一个国家各方面落后了,就会受到别的强国欺负 我国曾经的大清王朝末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当权者的婚姻和能力低下,让社会发展落后 雷若无力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 在西方列强的蚕食之下,不再对外赔款损失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有些本属于我们的国土也被分割出去 比如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沙俄的挑唆和支持之下 才从中国的领土上独立出去 整个蒙古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这些在各个朝代的官方文件中都有记载 但是我国的社会动荡之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支持下闹起了独立的阴谋 并在1924年正式建国,到今天蒙古国成立时间还不足百年 在蒙古建国独立之前,由于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的时候 许多汉人为了逃避战乱和谋生就跑到比较偏远的外蒙做一点小生意来糊口 当时,包括商人和工匠等人有近十万人 当外蒙独立后,他们对汉人很仇视 所以对当地的汉人和一些守军进行了屠杀 在外蒙一个叫科布多的城市 独立后的蒙古人在一些寺庙喇麻的怂恿之下包围了这座城市 在围攻下这座城市后对城内的居民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杀掉 只因为这些居民中汉人占了绝大多数 当时,在外蒙比较繁华的库伦地区汉人最多 但是在蒙古人的虚感下回国的路被封锁了 汉人只好逃到俄国的边境地区 想绕到满洲里回国 可是在那里又遭到了当地官吏的非人对待 有的甚至还沦为了奴隶 到了30年代,由于受仇视汉人的影响 在肃反运动中,乔巴山又屠杀了大漾的汉人 甚至在二战结束以后 也经常发生针对汉人的屠杀事件 这些情况在蒙古的官方文件中都有记载 十万多的汉人最后能够回到国内的只有少数 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凄惨的压榨下 艰难度日,后半生极其凄凉 到1979年时,在外蒙的一次人口统计中 汉人也仅仅只剩下了247人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